梁夕妹的电影非常有趣 她原自电视 现在来到了电影《大萤幕》 欢喜就好 梁夕妹为主 带领着同样的一班 就大家小时候都很熟悉的一批人 就是搞笑行动 几乎全部的原班人马 加一些新人 所以我们就回来做了这个欢喜就好 同时也是收视率也真的是很高 好啦好啦 厉害啦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大萤幕 平时你们在电视荧光幕上看我 现在突然间在一个大萤幕上看我 有点不太习惯 对不对 大家说 那不就是一个电视节目吗 人总是要进步的吗 从小变大 是好事吗 对不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次在电影里面 我们所放的料跟电视很不一样 也就是说电视上 你看不到的 你都可能会在电影上可以看的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 第一 你在电视上 你是看不到Robert的房间 对 你看不到厨房 我的厨房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你也看不到我们穿了一些新的衣服 但是在电影里面我们就可以比较天马行空 我希望它不要就是变成一个电视节目 最后只是抢给自己一天 那两戏妹跟全部的老朋友聚在一起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形容 就大家很开心 包括Robert Lion King 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中心人物 所以他们都有时间回来演 所以大家的感觉就很有默契 同时也很温馨 就是说 哇 当年我们这样子做的东西 现在没想到可以重做一次 然后重做一次是大家也都是很怀念的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些表演的时候 大家都真的是蛮欣赏的 你每次来 我就要上厕所 关系 关系 里面做 在梁西面电影里面有一个主题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了也会很共鸣 现在我身体这么好赚到钱 妈妈可能开始喜欢我了 大哥 家里有这么多兄弟姐妹 到底爸爸妈妈是很公平地对待了一个人 还是说他们真的会偏心 你这个人就是偏心 Albert也是跟我做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你不要骂他 那么如果你是被爱的那个 跟没有被爱的那个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你看了之后呢 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我觉得他既然是电影的话 他的故事有头有尾 顺畅 要更加有吸引力 你有没有爱过我 有啦 你没 梁西面的主要的节奏 其实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的就是李国王 辉哥 Albert 就是Benjamin 还有Malaya King 就是Jasper 这些演员呢 其实有的是旧的 有的是新的 有不同的火花 每一个演员都很称职 他们真的都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么如果是问我呢 谁最过瘾 其实每一个演员这次都演得很过瘾 比如说李国王 他自己也觉得 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突然之间呢 他要来演这个Robert 因为以前Robert 那个年代可以撒娇嘛 经过十几年后 怎么敢撒娇 一撒娇就会给人家笑 但是我告诉他说 放心 我会看着 因为我 基本上国王能够带戏 他能够也帮助到很多方方面面 让这个戏呢更加的精彩 白天他拍这个综艺节目 那么晚上呢 他就过来跟我们抱抱 也就是说他24小时的节目 全部应用到晚 不过他还是很敬业 他就是没有困难 来 也没有说 给你看到那种疲倦的感觉 那么辉哥 基本上他就是天生的一个喜剧人员 他站在那边不讲话都好笑 就当年我们这么多年来的 一直训练啊 一直参与啊 他逐渐也知道他的优点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呢 他还是一样 有一家阿公 还有那个这个 Lion King 他这两个角色 其实已经让大家奉富大小 那么因为加上Lion King 跟Auntie 常常都是有一个冲突的 所以这个 有了这个冲突之后呢 这个效果就更加强烈了 没什么事 在这个戏里面呢 我们还加了两个小演员 因为有一男一女的话 这个戏有更多好看好玩的 所以在这个电影的 结束的部分啊 他有一场绑架的戏 我不想讲破 你自己去看你就明白 你看这场戏的话 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们有两个神仙 一个呢就是财神婆 就是财神爷的老婆 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破财神 什么叫破财神 这部戏呢 基本上就是想告诉大家 你赌博的时候永远要记得 有两个财神是在旁边看着你 你不要一直以为财神爷到你就对了 财神爷来通常还有另外一个跟班的 那个就是破财神 他就不让你输钱 还是说你的运气不对 这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两个神呢 基本上在神仙界好像也没有听过 这个纯粹就是我们创作的剧本 希望大家看了会喜欢 我像新加坡的一个官员 谁 交通部长 谁错谁死了 那么Albert本身呢 他从我们的故事之后 在加战跟华语丘后里面演Albert 来到今天这个阶段呢 说真的他也是已经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不错了 那么另外一个人物呢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广东婆 广东婆也在爬身体 这是她的标志 当然呢 就作为这个梁细妹啊 她辛苦的一方式 因为化妆要花大概两个小时 化一个脸 断个头发 书啊什么一大堆 就至少要两个钟头 尽管呢 就是一边演 一边在看monitor 跑来跑去 就是我要导要演 晚上呢还要看剪片 不满意的地方呢 还要再修修修 但是我个人呢 就觉得是 一个挑战啊 我当它是一个挑战 首先呢我坚持要 我就说 那是一个那个家 它一定要像电视里面的一个规格一样的 它的设计啊 格局啊 全部都要一样 我们这个家啊 还有一个地方你也是经常看到外面 没有进去过里面 可是我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类似的HGV 因为HGV基本上就不是根据我们这样设计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公室 就刚好找到了 因为我也刚好代言 一间设计公司 一个设计公司 那么也知道他们呢 有经常呢 在设计showroom 一定是很细腻 因为showroom都是做得很细腻的 所以就跟老板谈 老板呢二话不说 他就好 他也很赏识这个梁锡美 所以他就来support 那么美术组当然很快就开始了 一直跟电视台的那个蓝图啊 一直在检查 那么因为电视它比较简单啊 没有我的房间的设计 没有lobert房间的设计 只是一个客厅 那么电影版呢 它必须要有这一些 所以就必须要加入不同的一个创业在里面 我们是在一个warehouse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warehouse里面 我们就set up这样的一个景 所以我们找的家 是不是要经过精调细选 我要让自己每天好像呢 就住在这个皇宫里面 后来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sponsor 它有很妙 它有一套呢 家具看起来是比较旧的款式 怀旧的款式 但是它是很新的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那种怀旧的风格 所以你一看到这样子 哦我妈妈年代 里面又是属于现代的 所以变成你放在里面呢 你看起来也很像是旧年代的 事实上它是一个新的 所以就 这块呢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再加上呢 因为我们在摄影棚搭这个景 外面的景全部都是假的呢 我们必须要贴上去 所以我们就放蓝布景 回去呢我们的特效呢 再加对面的屋子是什么 CG方面呢我们也没有放松 我也是有跟CG team的人就说了很清楚 就是要专业 所以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 最后你在试园里面看到的那个效果 其实真的是不错的 那你是 我是财神婆 财神婆 讲到景方面呢 除了我们大洋戏内 家里的那个景 它另外一个景也是搭的 那个是很重的 就是在Dover 马上呢 是政府要拆除了 如果在拆除之前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借来拍戏 所以我们在里面可以装这个做那个啊 所以看起来你会觉得很有feu 很像那个Hawker Center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COPITIAN 我们的拍摄各位呢 它是如此的逼真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很花功夫 但是最后呢做起来 其实还真的是很好看 在我的电影里面呢 一般上都不会缺少歌啊 因为其实我也是很喜欢音乐 虽然我不是很懂音乐 你这些歌的时候主要只是让电影啊 有更多姿多彩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除了演剧 除了演员之外呢 你还可以看到他们也唱歌 在推动一些力量方面呢 它其实是做得更前面 所以它歌呢是有它很神奇的效果 所以呢这一部呢也不例外 而且有三首 第一首呢是主题曲 就很早期之前 我们也有写过梁西妹的这个主题曲 可是我觉得时过境迁呢 我们才来换一个风 所以我们就创作了另外一首 新的梁西妹的这个主题曲 这首歌啊很多人听了之后 就觉得蛮过瘾的 另外呢一首是插曲 也就是说魔鬼呢开始 控制了这个人 魔鬼感谢那个人 开门给他进来 像那一首歌 另外第三首呢是 Robert生意很好的时候 衬托他生意很好 的那种开心的心情 所以呢他就说我真的好爽 这一次应该轮到我终将 以为这一生会白忙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西妹的衣服 因为对 因为西妹从一开始呢 一直穿着同样的一件衣服 其实没有啦 它有两件啦 一件比较旧的是那种 绿跟黑的 后来呢又改了这件 这件之后呢就一直定下来 到现在都没有换 所以那一套那变成是一个很经典 包括它的图案的各方面 你一看你就知道 这就是梁西妹的衣服 也拜现代的科技所赐 所以我们也可以 就把那个绝无仅有的那一件衣服的图案 用电脑扫描 那么采集了这个图案各方面的 然后呢就找那个布料印刷公司 来报名印刷 我们印刷在很多种不同的材料上面 所以你会看到梁西妹的这个服装 其实是有很多变化的 反正呢它就是有很多套不同的服装 但是它的图案一定是一个风格 包括过年的那一套呢 它的图案是一样 但是它就是换了一个颜色 它的蹲整个换掉 不过你注意看它还是一样 在可能几年前呢 我们真的做不到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那是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就破除了大家一种印象 就是梁西妹不换衣服 其实她换衣服 她真的换衣服 这个戏呢也就这样 大家紧紧张张三十五天的把它拍掉 那么也感激到所有的朋友 每个人都很敬业的 很一致的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完成 三十五天的 我们都也不用上岛金龙 当然对很多朋友来讲就是很好奇 为什么电视到电影 那我看电视就够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它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从制作的数字各方面还有故事情节 我们都很讲究 因为它既然是一部电影 故事情节方面 我们从来没有放松过 也不会随便 所以你只要到电影院来看的话 你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好 忘得服梁西妹 我们等着你 这是刷脑筋哦